在水里除了图书馆能欣赏到艺文作品外 水里商工每隔一段时间的艺文展览 是大水里地区乡亲培养艺术美感的最好机会 最近水里商工邀请到知名的南投县清晰新文艺学会举办连展 作品包括各种画作以及陶艺品 欢迎水里商亲把握机会 前来水里商工的艺文中心参观欣赏 南东县清晰新文艺学会 苏瑶前来水里商工进行会员临展 带来28件各种画作和陶艺作品等等 来和学生交流 希望将美感和艺术的气息带入片香 很感谢这次学校办理这个艺术的活动 让我们从中了解南投的一些艺术文化 然后又可以从中认识更多南投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让我们认识更多 那这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接受水里商工来邀请我们来这边展出 那我们今天展出主要是以我们创会长 还有我还有几个礼监市总共有28湖的作品来这边参展 那内容包含了水彩水墨书法油画等等 水里商工为了提升学生对艺文了解 以及美感的培养 用心邀请县内知名艺术团体 前来学校举办展览 清晰新文艺学会已经是第二次 其中作者包括宁可 宁清等知名艺术家 作品可措式重量级 给让校方是感到相当荣幸 每天然后随时都可以看到 我们南投县最优的艺术品 让他们在学校校园当中 就可以接受艺术的一个陶冶 那这些美感的教育 让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学生的心理 那以后他们到各个领域 在每个职业每个行业里面 都能够把美感带到他们的专业项目上 那我相信这个展出对一个艺术会来讲 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 把我们学会的这个让大家认识 那相对的也能够提供艺术品的作品 让学生能够欣赏得到 让他们增加这对美学的认识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也是我们这个团体 在推广艺文上面的一个初衷 水里商工的清晰新武艺学会连展 将一直展到8月底 欢迎县内对艺术有兴趣的乡亲 趁着暑假时间把握机会 来到水里商工享受难得的艺文饗宴 据着商心服水里采访报道